嗨,大家好,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 我是小瑞,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 昨天我看到有朋友分享了一款可以帮你迅速创作一首歌的网站 就是这个,网址tuna.voicemod.net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打开网站 点击中间的这个banner样子的voicemod text song上面的try it for free 这里有几个模板,试听一下 我们选一个 然后请chat gpt写一段歌词 其实它这个歌词有字数限制,也就两段的样子 所以,若你真的想用它创作一首歌 可以和chat gpt说明歌词的长度 取风,表达的感情 再让它来创作 那小瑞就比较随意啦 我们只是做个示范 歌曲名称写上 歌词贴进来,创作歌曲 这里小瑞还没有登录 我们登录一下 很快,它就帮我们创作出来了 试听 大家觉得这首歌还可以吗? 或许调整一下歌词的分句,效果会好一些 这里有下载按钮,如果你喜欢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因为后面我们还可以为它做一段MV 打开另一个神奇的网站 3w.plusmopunk.com 注册登录后,上传你刚刚制作的音乐 这里只支持MP3格式 上传后把它拉满 下一步 然后选择一个视频风格模板 进入下一页 你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在内容说明这里 添加对这首歌曲的描述 接着就是生成了 视频生成需要排队 看我排在第495号 要数个小时 我们不能在这等它 它做好后会给发邮件 这段MV在视频的最后有放 小瑞搭配的是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创作的另一首歌 那这样 你就拥有一首AI帮你创作的歌曲了 还有歌星帮你演唱出来 还配上了MV 虽然效果未必符合你的预期 但它确实可以做到 挺好玩的 这两个网站也真的都是宝藏网站了 得益于AI技术 以前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功能 如今都可以轻松实现了 尤其Voismod 它还有很多强大的功能 比如免费实时变声器 自定义个性声音等等 小瑞改天要下载来试试 那说到这儿 你肯定发现了问题 标题不是说要用自己的声音唱出来 还有Voismod不支持中文歌曲啊 没错 小瑞只是觉得 这两家网站也很优秀 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 下面小瑞就要推荐我们的主角上场了 仍然是歌姬歌姬 为什么说仍然呢 因为较早关注小瑞的同学会知道 在四个多月前 小瑞就曾经介绍过这款软件 它真的是超酷炫的黑科技啊 玩过的小伙伴 忍受一下我的赞叹 哈哈 据我所知 国内外还没有一款这种类型的软件 可以在很短时间内 克隆你的声音 让你可以创建自己的虚拟歌手 只要点点鼠标便可唱出一首歌来 喜欢唱歌以及想唱歌 却没条件唱的小伙伴 一定要去试试这款软件 那这个酷炫的功能 除了玩玩还有什么用处吗 我可不可以去社交网站 分享我的虚拟歌手唱的歌 比如说YouTube 然后赚取一份外快呢 不行 因为别人的歌曲都有版权 发布没问题 但收入就别想了 不过 还有另一个玩法 就是在AI的帮助下 创作一首自己的歌 歌姬歌姬有硬核原创的功能 以前我也知道 不过这次注意到它 还是因为了解到 Synthesizer V Synthesizer V的功能很强大 据说它是音乐创作上手最快的软件了 编曲新手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过在我把它同歌姬歌姬 对比了一下发现 对小白来说 上手最快的 必须是歌姬歌姬好吗 小瑞先来介绍 歌姬歌姬手机版的 AI辅助创作 打开手机版歌姬歌姬 硬核原创 你可以选一个歌手 那我当然要用自己的声音 你也可以选择默认的几位歌手 善宝 林佳慧 Rocky等等 他们唱得更好听 然后点击进来 有点懵对吗 别着急 真的超容易的 我们先选择一个BGM 这里有十首BGM 后面都标注了曲风 你可以逐个试听 这里为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们直接选一个难成就式 点击使用 进来之后 你可以先试听这首曲子 然后你要选择高亮处 开始你的主旋律创作 比如我们选了这个 它会给出下面可选的方格 这样才能创作出和谐的音乐 试一下 如果你的脑子里 有大概的旋律 想要把它写出来 哪怕没有乐理知识 通过试听 也可以把它们创作出来了 不过如果你没有想好的旋律 又想很快地创作出一首怎么办呢 只要摇一摇 就在这个界面 你摇一摇手机就可以了 AI帮助创作了一首 好了 曲子有了 接下来我们要给它填词 你可以直接把拉字改掉 这里有个小技巧 直接在拉字处输入一整句 这一句的歌词都可以依次填写好 不过最好的办法是 点开上面的词 在这里输入更方便 当然你要先试听几遍曲子 才能确保每句词更贴合音乐 那如果连词我也不想填 能创作吗 没关系 我们再来找AI帮忙 点击词 摇一摇 一键填词 看 就这么简单 你的歌写好了 切换到这里的人声 点击下面的播放 它会为你合成 等一会儿 试听 这样的效果和前面说过 VoiceMod一样 AI不够智能 它只管填了词 但是否符合音乐旋律是不管的 这不能算是一首合格的音乐 所以我们不能全部依赖AI 或者我们可以找并助手帮个忙 怎么做呢 打开并助手 这里我试过 ChatGPT 他做不好这项工作 GPT4肯定可以的 不过小瑞没有Plus账户 打开并助手 用中间的撰写功能 把你的要求输入 要写清楚第一行几个字 第二行几个字 告诉他 写一段表达怎样的感情的简短的歌词 要感情丰沛 表达完整 这里小瑞不贴示例了 因为我只测试成功了一次 后来B应就不听话了 所以这里的词小瑞自己来填一下 测试用 咱们主要是一句一句 把字数搞定 合成 好了 一首歌出来了 春风轻浮啊 雨滥干霞 春光满意 开满了桃花 鸟儿鸣叫着 树枝耀眼 万物复苏 我们自然欢喜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网页版的功能 去酷狗官网下载 咯唧咯唧桌面版 打开界面 使用也很简单 帮助里面都有 几分钟就可以学会使用了 小瑞目前才只创作了一句 给大家听听 好不好听 网页版没有唱歌的功能 只有编曲 不过你的歌手信息 是有同步在上面的 所以我们创作出歌曲后 可以由自己的虚拟歌手来演唱 并发表出去 也可以下载下来 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 如此你就可以 以创作型虚拟歌手的身份出道了 当然如果希望有人会喜欢你的歌 我想你需要花点心思来创作 我是说在AI的基础上 做一些更合理的改动 毕竟AI在优秀 它没有灵魂呀 修改的过程 也是赋予这首歌 以灵魂的过程 如果你不是音乐人 只是业余有点兴趣 可能不会有时间 及耐心去学习编曲 尤其现在进入AI时代 大家的心都很浮躁 都想一见创作对不对 小瑞时儿就会听到有画师说 他花了多少时间 付出多少辛苦 终于学成出师 才刚开始职业生涯 这一切却都变了 人们只要输入几行提示词 就能拿到他都无法创作出的作品 就还挺悲伤的 当然 悲伤没有用啦 大潮如此 小小的你我 也只有努力跟上才行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认为我的视频有趣 或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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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